大家好 我們現在要介紹的這個是 有沒有 這個就是Windows的作業系統 比較早期的 3.1版 我們的語氣是英文語氣 沒有中文 視窗選單都在這邊 這個是很單純的就像 就像在開啟一個整合軟體一樣但是這個整合軟體裡面 基本上已經把 細部的軟體都給圖像化 可以直接用滑鼠 簡易的點選 真正的操作都是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 Arcade 還有 Entertainment pack 娛樂甲 是這樣子念嗎 Title 我們從 一些簡單的 那個 那個軟體來做個介紹 這個是setup 設定 DOS嗎不用看了這個是影印機早期的 那 這是更早期的 Windows 3.1版的控制台 那我們的滑鼠 鍵盤 桌面 跟 連接部 影印機 對不對 甚至是上網 日期 聲音 通通都是在這邊控制的 但是 我現在 沒有打算一一操作了 因為 我是做個介紹而已 其實 我 對3.1也不是很熟悉 所以不打 不太敢隨便亂碰 這不是我第一次用啊 我已經用過幾次了 只是 真的還是不熟悉啊 當時的上網跟現在不一樣 因為 他們的那個上網設定當時是 用那個 連接那個染線的 那跟現在這種 直接上網的設定不太一樣 所以我也不曉得要怎麼用這個上網 這邊就是我們 3.1的 基本作業 基本作業操作 大致上是這個樣子 那不要的時候 把它降下來關掉 我們把主系統已經介紹過一遍了 主系統就不需要了 接下來介紹的是 其他系統附屬的部分 我們剛剛開啟太多了 所以現在 一一把它關掉 還是這個是關不掉的 不曉得 沒關係 他在下面有一個很簡易的那個選單啊 這地方是啟動 這個是矚目錄表 網路 這邊是遊戲 但是 我們現在來說就是附屬應用程式 有沒有錄音 然後 媒體多媒體 時鐘 計算機 還有錄影 Nodepad就是機事本 基本上 這個地方 已經是Windows 附屬應用程式的 一個型出來了 而且功能齊全 對不對功能齊全 想要用他做什麼要輸入文書報表 想要用他來畫畫 已經有了 這是很早期的 小畫家啦 小畫家的功能 數十年如一日 功能差異並沒有到哪裡 即便是現在Windows 10 小畫家的功能也是差不多這個樣子 因為這是微軟 附贈給你的繪圖軟體 你想要他有多強大的 運作能力 當然 也算是強求啦 不過我相信 不是我相信 是 我知道有很多神人 可以利用小畫家 最簡單的工具 然後畫出最漂亮的圖 當然我是沒有辦法 那是個人的才能 啟動 啟動 啊我們沒有在啟動裡面設些什麼 需要開機啟動的東西 所以 就不需要看 這邊我們已經看過這個是主目錄 我們關心的遊戲 這個是 Windows 3.1版的傷心小戰 結果現在反而沒有啦 對 現在 8.1你要另外去下載了 8.1之後你要另外去下載 其實好像就開始就沒有了 那電腦的智慧一如往常 的兼詐 逼我把石頭吃掉 那我們就不要玩了 我輸不起 沒錯 啊踩地雷 這個黃色笑臉 一如既往 從早期到現在 都是這個黃色笑臉 你踩到他就變苦臉了 那這邊 我們也可以運用 那個雙滑鼠劍 然後來簡單的探測一下地雷 不難 對不對不難 那35秒通關 過關了以後 就是很高興的戴著墨鏡 虛偽的表情 虛偽的表情 這是街龍 啊我街龍我們不需要玩了吧 街龍很簡單 但是這就不是我們的目的 我們還有其他的選項可以供選擇 我們一個來點點看 這個叫 Temp Tempest 看起來似乎是個遊戲 但是不曉得怎麼操作 我們滑鼠點點看 F2star How many players in this game 一個一個一個 喔喔喔喔 原來如此 這不能用那個鍵盤嗎 這就是圖像版的那個 3D攻擊者啦 但是難度有點難 因為這是只能用滑鼠操作然後 呃死光了 他不能用鍵盤操作 我看看他可不可以改為鍵盤設置 Keyball啦 Fire 我們這邊都給他選 鍵盤操作 左是左右是右啊這個樣子不行啊 他在喇叭 他會翻牆啊 不行 我一定要好好的操作一下這樣才知道這個遊戲的精髓在哪裡 我們把他調陣啦 調陣這個樣子在玩比較不會綁手綁腳的 再來一場 這樣控制就正常了 但是那些飛機還是一樣飛得很快 基本上 我們是沒有辦法即時的去攔截 那方向都已經調好了 那現在再死就很不應該了 其實這遊戲真的是有些難度 並不是這麼簡單說過就可以過 早期Windows 3.1有這樣子的遊戲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現在沒有 可能是過於陽春吧 因為已經走向圖形的時代這種線條的遊戲 可能大家就不太喜歡 所以被廢止啊 這個我們也玩玩看 這什麼 這怎麼玩啊 這怎麼玩 我知道有這種我知道有這個隕石掉下來 然後要把隕石打去別個地方的那種 這種圖形化的遊戲啊 只不過 只不過現在換成線條的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玩 Alpha Base Delta Base NSD OK我知道了 我們再玩一遍 我們成功的把隕石全部攔截了 然後基地保住了6座 喂喂喂喂 基地要炸囉 炸了 炸了三座基地 這死肥我本意啊 哇這同時控制其實還蠻難的 全部炸光光啊 這個隕石掉下來的也太準了吧 如果真的遇到隕石掉下來 我們是這樣子打的嗎 欸欸欸 才倒數第二名而已 因為我沒有認真在玩 好啦我們知道這個是 太空進擊者遊戲 然後這是打隕石的遊戲 那我們來看這個 OK 先看一下控制盤 可以運用火屬就直接做簡單的遊戲 那我們開始 什麼啊這不是太空 這不是太空掠奪者嗎 這不是太空掠奪者嗎 那這太空侵略者啊 什麼嘛 速度這麼快要人家怎麼打 啊你的子彈還射的這麼慢 哇這蟲 這蟲爬的也真的太快了 這蟲爬的也真的太快了 算了不適合我玩 算了不適合我玩 那這看起來就是坦克啊 先看一下怎麼操縱 鍵盤上下左右 好 這應該會比較簡單吧 只要預測路徑才能發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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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魔尼坦克死角的遊戲 雖然只有單純的線條而已對不對 黃線黑線白線 但是 表現出來的那種感覺就是 輕而易舉的明瞭 我們扮演的好像不是坦克車 而是一架砲台 只能在原地左右的行進 這個發炮不能連續的發射 它中間有一些間隔時間 所以不太好用 不然我們還是被打到了 這太快了吧 它直直的向我撲過來 還會左右閃 這有沒有這麼難 過來了 來不及了 這個遊戲居然有配樂 有點意外 我們之前玩的那些遊戲就是 很簡單的電子音嘟嘟嘟嘟嘟嘟 但是這個遊戲居然有配樂 這個 這個 似乎是太空隕石 後面已經有出太空隕石的3D版了 有沒有 3D隕石 基本上它的遊戲玩法比較簡單 這個應該沒有人沒玩過吧 就是 太空船然後把隕石 4分5裂的隕石全部打掉 嘖 但是不是那麼容易操作 死一隻就沒了嗎 欸出來了 重生的速度有點慢 哇 嘖 那一顆直直向我撲過來我完全沒有辦法閃避 我覺得我們稍微有一點動力比較好 比較不會被打到 現在的遊戲玩久了以後玩這種遊戲 基本上都會有一點點手慘 好 飛得好討厭 我們應該過了這一關了吧 那隕石被擊水以後 他們的那個速度反而會加快 因為石周圍都是隕石 然後這又是個迴圈的關係 所以 我們不容易做閃避欸 RK的遊戲 基本上就這五個 啊 這五個 不曉得啦 感覺上 是從 亞達利的那個遊戲機上面 然後 呃 移植到Windows3.1上面 以當時來說 這種遊戲玩起來應該別有一番漏氣吧 至少 呃 因為同時期的 這個時候任天堂出來了嗎 我是不太曉得 我看一下他的年代好了 1985年任天堂出來了 這個 和同期的任天堂遊戲比的話 稍微遜色一點 因為 那個當時 家用主機的那個色彩已經 雖然 也不是說很高 但是那圖形就比這個 單純只有線條的那個 遊戲來來來的豐富 所以 會想玩主機的人 可能會比較多 跟現在剛好相反 現在是 電腦遊戲的那個表現效能 優於那個 那個遊戲主機 其實 也不一定 因為有些人買不及很高檔的那個電腦 所以他 用早期的那個電腦跑 效果也是不怎麼理想 我們Arcade的遊戲介紹到這邊 那接下來我們介紹的是這個 那個 Microsoft的 And the Diamond Pack 共有 十個遊戲 簡直就像 遊戲的合集包一樣 我們一個一個看 這個是 玩法是什麼 How to play 啊 我懶得看說明啊 直接 講解好了 我懶得看 早期的那種十字騎 但是他怎麼玩去了 我已經 我已經忘記了 我已經忘記了 我懶得看 這什麼玩了 這說明有看沒有懂 真的是有看沒有懂 不曉得怎麼玩 先不要玩好了 先不要玩那個 我們找一些比較直觀的那個遊戲 來玩 我想一下剛剛那個遊戲應該是 不是跳棋嗎 不是跳棋啊 那也不可能是西洋棋啊 那是什麼 那高爾夫耶 他還有那個圖像 等一下我剛剛思索了半天 我覺得會不會是把那個 間隔的棋給消掉 對真的是把間隔的棋消掉 哇 原來如此啊 這樣我知道怎麼玩了 這不能斜著跳嗎 不能斜著跳這邊要怎麼過啊 下 上 GAME OVER What the F**k 又GAME OVER 十字要怎麼過 哇我竟然來Windows 3.1玩這種抑制遊戲 這十字怎麼過 你要把它全消是不可能的事啊 這不可能全消啊 剩四個game over 他怎麼只剩下一個啊 二四六 他怎麼只跳到只剩下一個啊 這有人會解嗎 他往下跳 他往下跳的話 他中間這個格子消失啊 他也跳不回去啊 沒道理不是這個樣子跳 他也不能斜邊跳 他如果能斜邊跳的話 把他跳過去還可以 不管怎麼樣他好像只能 上移動跟下移動而已 怎麼樣都是移動這兩顆 然後其中一顆消掉 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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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ME OVER 我真的是想破頭了 這有可能只留下一顆嗎 這難度有點難 Cross是最簡單的了 左移 上移 右移 左移 中間 我真是天才 左移 再移 哇這顆飛走了 上移 前移 過去 右移 過去 哇 對不對 我們知道怎麼玩了 那 這給高智商的我來玩真是太糟蹋了 我們還是打高爾夫吧 知道怎麼玩就 不用再玩了 剛剛有肝腸肝 這邊應該要用腸肝 打得會比較好 比較遠 但是怎麼打 他灰桿子怎麼灰 收定好了 收定好了 黑灰 去 掉進草皮喔 Fuck 中 過去 再短一點好了 這樣應該可以 去 欸 我們的球已經在草皮了 再短一點了 太短了 這樣可以 我一定要打進洞我才甘願 你那個一點點而已 一斤 Yay 擠桿 一動 場地又變小了 算了我不喜歡打高爾夫 圈圈叉叉 蛤 立體的喔 3 3就好了 好沒意思啊 這要兩個人一起玩 這是什麼 又是這種考驗智慧的遊戲啊 我剛剛才領略那個 那個跳跳球怎麼玩而已 現在又要考我的那個腦力了 我這個真的是不想要去想他怎麼玩 西洋棋喔最不在行 西洋棋的玩法大家都知道 這個就不需要我教了 這又是什麼 這又是什麼 什麼加什麼加起來會等於127是這個樣子嗎 應該是吧 這應該是加減乘儲了 這個就不要玩了 貪食蛇 欸 哈 雙面的貪食蛇喔 有沒有搞錯啊 有兩條蛇在那邊搶來搶去啊 然後中間還有一顆龍珠在那邊跑 等一下等一下 我真的是有點不甘願 再來一次 那個珠子在那邊跑來跑去 好像就在笑我一樣 喔 Holy shit 欸我們的蛇蛇吃很長了 現在有一種 現在有一種貪食蛇是可以 大家在同一個區塊一起吃啊 然後看誰可以越吃越大了對不對 那但是那種我也是不太會玩 我實在是不太擅長這種遊戲 欸蛇蛇 蛇蛇 蛇蛇 喔唷 蛇蛇 我一定要把這條蛇蛇幹掉 結果居然居然是我自己死了 好啦我們輸給蛇蛇了 就不要玩了 哇以前 以前有blackjack 啊結果現在居然沒有 現在居然把那個 中價21點給拿掉 呃 呃 要不要買保險啊 嘿 不要你 死 呃 再來 呃 呃不要了 我們輸了他18點 我們才17點而已 殺 我們的床碼到底有多少啊 15 再來 爆掉喔 嘖 我們好像可以一直無限壓住嘛 看客人要壓多少都沒有關係 欸上限就是500了 再殺 怎麼來機場都輸啊 算了我們要玩黑傑克直接去那個賭存之尊之戰玩就好了 在這邊我們運氣不佳 這是什麼 喔 原來如此 要把球給隔絕了 嘿嘿 欸我這樣就死啊 這有點像是天蠶變對不對 真的跟天蠶變很像 真的跟天蠶變很像 嘿 嘿 哇 我一定要把他們全部給吃掉才甘願喔 用橫的 用橫的 嘿 哇 欸我們贏了 這次來三顆喔 怕你們喔 中 嘿嘿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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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已經被我關的不像樣了 我們還差多少才可以贏啊 又輸了他又沒告訴我們要要要要要吃多少的那個土地才可以贏 又被拆掉了 我覺得玩來玩去還是只有這個遊戲比較好玩 好玩一點點 這個現在來說的話就叫天蠶變 這個現在來說的話就叫天蠶變 所以我們要吃個80% 好這樣去了 將近30%啦 這樣又去了大概 50%啦 嘿 60% 嘿 72%再一點點 欸75%大概就可以贏了 越來越難啦4顆球啦 我知道怎麼切喔 不 喔我的紅牆被切掉了 阿 阿不知道這遊戲的技巧喔 他應該是有可以馬上 取消不要把繩索伸過去的那種機制 好啦 好啦 我們Windows3.1 小遊戲整合包 跟 RK的 線條遊戲 就玩到這邊 為止啦 欸我們展示的也夠多了 時間也進行了 差不多 41分 也不錯啦 介紹Windows3.1的 過程裡面還可以玩玩遊戲 遊戲 帶你們 漸漸早期的那個 電腦作業系統裡面 究竟有什麼遊戲 啊 也是很不錯的體驗是不是 雖然這些遊戲 以現在的那個觀點來看 是真的不怎麼樣 真的不怎麼樣 除了那個跳跳球稍微好玩一點以外 剩下的 沒什麼興趣啦 好啦 就廢話不要再多說啦 我們 Windows3.1的 介紹 到這邊為止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次 其他遊戲再見 我還沒想到要錄什麼遊戲 我們下次其他遊戲再見 離開啦 離開Windows了 好 掰掰